好,那我们接下来测试的是Picobot Picobot的设备 那我们点选 这一个Tool之后,直接点选Picobot 那如果你想看Picobot在哪一个Port 你可以 点选设备Port,按一下它就会出来 至于你选不选Port,已经不影响,因为Picobot 除非你有很多片 好,我们就直接点选Picobot 它一样会连上 出现这一个画面 Ctrl-C这个画面 连上去之后,一样开启 离线版的Squatch 3的程式 那你要跑线上也可以 跟Arduino一样 那我们一样选加号 在这边点选Picobot 那就会有Picobot的积木 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 值,滑感的值 好,现在86 我移动一下滑感 我让视窗出来 我移动一下滑感 然后再点选它的值 现在是39 那你也可以让猫咪缩 它的值 这样就可以操作Picobot 我先放弃高